主要是這個靜音型的發電機,那我們主要就是某一些像是這種車火啊,或者是業營啊,或者是有這種大型露營車的一些 這台蠻大台的耶,對,那我們這台是3500瓦,那我們這台最大輸出可以到33倍,主要就是如果戶外要用一些冷氣啊,比較大型的設備的話,其實這台都OK,那這台是瓦斯汽油都可以用,瓦斯是裝哪裡?瓦斯我們主要是裝在這邊,這邊有個快接接頭,這種配件我們都會附,只要用這種小型的桶裝瓦斯的話,它就可以,大概半載情況是可以用到, 12小時,哦,好厲害啊,對,那我們這台主要就是,汽油就裝上面了,對,汽油就是從上面加入,那我們一般就加92就可以了,那這台是110幅的輸出這樣,110幅,對,那這兩孔加起來總共有20安倍,那這是露營車的車差,就可以到30安倍,對,那這台還有一個功能,就是它是電汽,那電汽就是,所謂電汽就是它裡面有掛電瓶,哦,那就跟機車的原理一樣,我只要在這邊,它就可以做發動, 太厲害了,那這台我們就是,因為它是有做,它們就稍微比較重一點,那我們是可以做一個陀拉的,哇靠,好特殊哦,所以它就是,在這種平行搬移的時候,它其實很輕鬆,對,那如果當電瓶沒電,那當然也是可以用手拉,哦,了解,這都沒有問題,哦,設計的好棒哦,對,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,它有一個,這個,點煙氣的插頭,哦,點煙氣插頭,對,可以轉直流,對,那大概就是這台,這個,這個就是它的那個, 這個兩邊可以代表通用的,對,就代表說它可以用瓦斯跟汽油,對,請問一下,它用露營車是做什麼用的,用露營車主要是可能,露營車的設備有一些像是冷氣啊,比較大型的電汽設備,額外供電,對,那它就可以用這台,那在這個戶外,因為它是做這種靜音器,對,所以它其實,它的噪音器都非常好,好的,對,那在戶外其實都可以用這台,太棒了,對,介紹一下我們簽品本身來講,這次帶來戶外展的這個,展品哦,是,第一台的話, 我們這一台是這個,CP200D,它主要設計的話,是使用雙燃料,是它的最大特色,那另外一個它也是一個變頻的裝置,對,那這一台,它的,呃,前面有一個顯示面板,對,那它有個特別設計,它可以兩台併臉哦,因為,方便你在戶外,在使用的時候,如果說剛好碰到, 你的夥伴,或是說你的親戚,朋友,他們有帶一樣的機器,那你可以互相,做併臉之後,可以提供更大的設備,好棒,OK,那本身呢,也有,也可以做這個,直接做車上的一個,呃,電瓶的充電,因為我們大部分外出,這個其實是蠻需要的,那另外它這個是,我們標準,我們台灣這種插座110,其實在設計上,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那個,電源系統是一樣,對,那本身如果過載的話,它通通有這個,特別的設計,那這台,特別一點就是說,它可以直往, 瓦斯,哦,瓦斯,哦,哦,在這裡,它可以從這邊吃瓦斯,哦,那它這個提供的是,一種手拉的裝置,了解,哦,那這個波盤呢,主要就是在選擇瓦斯,跟這個汽油的燃料的一個選擇,哦,了解,OK,那本身來講,重量的話,大概是在22公斤,也不算重,哦,剛好車子招,對,然後再來,它有個加油,夜間加油,你可以看到,哦,好特殊哦,那汽油的部分,也有一個密氣的一個動作,在方便你在載運的時候,了解,不會有油氣外洩,哦,厲害,那另外,想跟各位介紹一下, 這一台,這一台就是我們,最輕巧的,1K,哦,其實它最大的好吃是說,它比較輕,對,哦,然後它大概十幾公斤而已,哦,可以用摩托車去載,對,哦,那本身來講的話,一樣,該有都有,哦,對,比如說電瓶的點煙器,哦,一般的插座,它也可以併黏,對,那本身它也是一個變瓶的一個極致,哇,變瓶是什麼意思,變瓶就是說,當你高載的時候, 引擎轉動的速度就會比較快,哦,了解,然後如果你在低載的時候呢,它就會自動發引擎的那個頻率降,哦,運轉的速度降下去,哦,來保護機器,不是,它這樣的話,就是高載的話,我消耗的能量比較大,哦,那如果說你在這個低載的時候,它本身來講,就做一個接能,哦,了解了,本身來講的話,它就是有做這個不錯的接能,變瓶,OK,對,它瞬間的功率呢,可以達到1400瓦,哦,很大哦,對,所以一般來講的話,嗯,好香啦,好幾個都可以用,對對對,都可以用,那它的運轉的功率是1000, 所以這個特別在設計上,譬如說你有一些,抽空機啊,它需要一些馬達,需要一些啟動的部分,那它非常適合啟動,那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,譬如說你做工程的人,對,帶出去你有些電動段,那些都是馬達啟動的,對,那它非常適合帶這些,哦,了解,然後它放在這個摩托車上,哦,就可以帶上,哦,那本身這個小朋友也可以發動,汽油的部分加滿大概在六七十,六小時都可以用,哦,了解,很長一段時間了,對對,可以,對, 哦,原來如此,哦,這台就很大台了,這台是4K瓦的,4.7K瓦的發電機,那它比較特別,它是200瓦跟110瓦,公式公給,那這種比較適合在這個,戶外的工程使用,當然也很多我們做,那個賣咖啡的朋友,他也選擇這台,咖啡車,對,咖啡車,那它都會把這個咖啡車放在我的車頭,了解,然後放在車頭之後,嗯,這個噪音基本上在馬路上,就可以用,接受了,對對,它一樣是一個雙燃料, 這邊可以接瓦斯,OK,那這邊有一個瓦斯的切換,了解,那這邊比較特別,它提供一個露營車的車頭,車頭,OK,譬如說你是露營車,在比較空曠的地方,對,那它可以用這個單孔的部分哦,直接出出,在40安培左右,了解,哦,所以它功率其實提供是很大的一個,對,嗯,所以它本身來講,嗯,是一個非常不錯在工地,對,或是說你在這個噪音上面沒有特別,有這個限制的地方可以使用它,對, 它設計很棒,也很漂亮,對,它也是電動啟動的哦,對,而且它還有一個把手,那有一個把手,它方便移動,對,了解,它有54公斤啦,但是,如果當,接到這個把手之後,它就非常,非常適合,對,哇,好棒哦,大概就這樣,這台就小台一點了,這台不是,這台主要是抽水機,因為千米分之來講,它的設備很多,那我們今天沒有完全帶來哦,那因為它這個農用的這個引擎機器,是,其實是蠻多的,對,從這個,睡木機啊,在那頭,哦,睡木機,哇靠, 哦,哦,還有像這個,耕耘機,耕耘機,那,還有這種抽水機,其實它是整系列的,掛掛一些,跳掛的東西,美國過來的,對,本身來講,它的引擎是蠻齊全的,太厲害了,可以,歡迎各位,好,這個抽水機,它是,吃馬達,吃點,它是引擎的,它是引擎的,它是引擎的,哦,對,千米做的,主要都是引擎棒,哦,像這個是無水棒,基本上,就是有抽到一些泥沙,哦,都可以,哦,都可以,哦,所以說,邦輔還不是像我們想的那個,沉水邦輔那麼簡單而已,對,它不是清水棒,它這個都無水棒, 啊,因為這個都符合這個農用,了解,哦,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設備,好,嗯,大家比較不喜歡,發現它,有這個機,有這個草機, 有一個好用的地方,這裡有一個用的,可以住在這裡,如果今天 provide,請坐這位置小心點,就可以重新鎖 haben,沒有出導人或者說到這些威嚴 П�討這種方式的東西呢? 那是一個人能不能夠嗎? 旁邊的記憶者,我們為了走住,在響者中,遊牽他。 無法輕鬆,許多,乾脆的時候就iksi,弄不放棍者的小酒,來說是還得太小物,